好的我们这边来看一下知识队阵架的第三局上半场 胡锦村 BP这边是一个封窗 那应该是一个传送 封窗带的应该是拘禁狂 天赋上面应该是点满拘禁狂的那种 这个邦邦太吃刷点了 他第一波开局刷点不好的话 比如说上来遇到个佣兵 我觉得就离营就没有太多的可能性了 上来第一个点是卡梦的心理 但卡梦这边心里在跑 佣兵也在跑 他们这边刷点应该是排清楚了 中场大龙也走了 第一个点位佣兵 BP这边带了果然是拘禁狂点满的天赋 这个天赋有机会能赢 但他前期要抓人够快 这边的话卡梦 小窗 小房这边窗 好像翻不了 这个窗翻不了 他最好是绕一圈 然后通过这个窗去干嘛呢 通过这个窗去翻进双十一 这里是不是没看到这个心理学啊 传送过去找大龙 大龙这边空军 然后直接交枪 对 直接交枪 然后冲一月 冲冲冲 冲大船就可以了 BP这把难打了 这样的话 穷者 因为通过这波你传送 你已经交掉了自己的技能 那么穷者全清楚了 对吧 这样的 冲大船 通过高低波去躲炸弹 但穷者其实就算不能牵制特别久吧 但我觉得稍微牵制一下 牵制个两台 两台半应该还是有机会的 不过刚刚这边炸了两下 炸了三下 诶 刚刚刚那下怎么炸的呀 没注意到啊 我刚刚看到炸了两下 这边连 没得连到 空军 应该是往下面这个下坡走吧 不往下坡走 往这边走的话可能会被炸弹封死 刚往那下坡走的话呢 挂人的时间会更久一点 这样的话是修了1.7 两台不到 还可以 但时间上面已经两分钟了 因为前期有那个拉点啊什么的 两分钟对于皮皮来讲 他的迎面在于什么呢 在于求生者过来救 他有迎面 求生者不过来救 他挽留没有 可能保平都不一定 可能保平都不一定 就他的迎面只有 他的主动 现在穷者这边 就皮皮想要赢的话 主动全在于穷者手上面 穷者来救 你打一波救不下来 那确实 我觉得 皮皮这边翻盘 但是但凡穷者不来救 我觉得皮皮最多一个保平 最多个保平 虽然大老师给了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数据 但这个数据呢 是大数据 就是根据以往的对战 以往的对战呢 穷者可能都来救了 没救下来 这边是有传送的 有传送的 拥兵这一手的话 可能救都不想救了 救救拖嘛 你抓我嘛 你抓嘛 随便抓 我手里还有两个护臂 祭司 祭司这边 魅克 想捞一手 没能成功 因为魅克 祭司是被通缉到的 你就算是真的过来了 皮皮这边手里有传送 传过来 也有可能救下来 验过拔毛 多打一些伤害的 遥控雷 补 半血 但是 傭兵这边的话 是一个 两户币 传送过来找 找卡梦 两台机 满血 满血心理 并且 还有一段应急 不好说 这波传送还是传的蛮妙的 把佣兵打成一个 半血 然后这里 传送抓到心理学家的话 击倒以后 穷者这边来救 他们还需要把这佣兵的状态 调整好才行 我们看外面的机子 因为佣兵这边跟心理 那个跟祭司是连了 连了 哎呦 这走位 哎呦 卡梦这走位 连了一下的 所以说呢待会儿这边 祭司去 祭司修完机去救人 佣兵 佣兵管自己修就好了 祭司去救人 其实也够了 也够了 嗯 一颗炸弹倒地 能不能连伤 好的 可以 但祭司的机子修完了 还是一个三人开门战 三人开门战 不过脸上有一个 没有位移能力的心理学家 平局有了 然后皮皮这边的话 开门战应该还会有一个传送 嗯 大家注意这把的天赋 这把天赋 佣兵居然带的是个双坦 佣兵居然没带薄命 他们就是想要来跟你打一个不救人的 皮皮 蓝祭司 好像没能排到位置呀 这样的话是卡半吗 卡半就下来 密码机这边可以直接点亮 这波没排到位置 妹克是从边线绕了过来 没能找到 皮皮以为他会从双十一这边过来顶出去 没能压住 因为皮皮这把要赢他确实要压住这边祭司 让他在救人之前先倒地 密码机把他抬亮以后再救人 这样他才有机会能赢的 这样我们看卡梦 卡梦这边 冲是有机会能冲一冲 但是皮皮也是有传送的 皮皮也是有传送的 我们转来看地窖在哪里 地窖也在那边 也在大门 这刀不太好打 这刀不太好打 皮皮在玩球稳 我炸弹 我炸弹 炸炸炸 炸好的 一刀可以平局 那对阿福来讲的话 阿福宝瓶就能赢 阿福宝瓶就能赢 我觉得阿福可能会掏红夫人 看这边要不要把红夫人给搬了 但是阿福手里面东西其实挺多的 有雕刻 女巫 红夫人 邦邦也能打 全身这边应该不管了 他薄命都没有的 皮皮可能都没想到这优兵没薄命的 而这把是一个四双弹